你好 欢迎收看7月10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全国三级警戒为解封 7月13号要开始 华联县政府对为解封的相关实施做法进行宣导 进行徐政卫 秘书长张艺华 卫生局长朱家翔 在疫情记者会时 也对10号起一连三天开放预约莫德纳疫苗接种来进行说明 华联县7月10号仍然是零确诊 华联莫德纳疫苗接种年龄下修 10号起一连三天开放预约 华联县政府宣布第三批15820剂 莫德纳疫苗抵达花联相关的执行配套 并在防疫记者会上说明 7月13号礼拜二的这个接种这一天 一共我们现在中华国小已经额满了 而中原国小剩下118剂 花联高宫剩下424剂 所以在这里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亲爱的乡亲 花联市的乡亲 如果你一定要在 礼拜二7月13号来打 那中华国小已经额满了 我们就可以转到中原国小 或者是花联高宫来施打 卫生局长朱家翔说明莫德纳疫苗预约已经有10800人预约成功 也说明了13 14号的疫苗接种地点 并且希望外地游客进入花联能够提出相关筛检阴性 疫苗接种等证明 预约的过程中在我们的花联市挤安乡或是我们在一个地点上面 如果有打全天的话就表示那天并没有分下午跟早上 整体来预约的系统上 我们的规划上都是全天 那这就有想想说 好那我全天到底什么时候去打针 那其实当你预约成功之后 预约成功之后 预约成功之后 那我们就会 卫生局就会以简讯给你 让你知道你在什么时候去打针 社会助长陈家父爷对于推出暖心食堂后截至7日止 统计有8163人次申领 总共领取44095张的餐券 衷心感谢各餐饮店 餐饮释出资源 总共有317间已经登陆 以及未登陆店家与县府一起来帮助弱势 也表示未登陆的店家也可以将手中的餐券 前往规定地点办理结算和销 同时呼吁民众把资源留给最需要的人 那再来呢 就是我们这一次 2.0版的餐券 有所不同 跟低波有所不同 就是在每一个餐券上面 这个民众的兑换栏那边 我们加上了一个条码 那日期使用期限也改为7月13日 至7月26日 这个使用务必要请各位乡亲 不要失智 把这个店家存根链跟民众兑换链把它撕开来 那目前为止呢 森林数到昨天为止森林数呢是7346人 已发出张数呢是62,290张 那店家跟我们结算呢已经来到19家 发出金额呢是242,380元 最后县长徐真卫表示 7月10号是2月4号太鲁阁火车事件 离难者的百日 也希望花年的乡亲能够给离难者的家属关怀 给予他们最大的协助 今天是0402408班次太鲁阁号 这个离难者今天百日 我要再一次谢谢无论是警政 还有护政或者是我们设政 以及我们的消防卫政 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我们努力的度过了0402 但是对于0402的家属们 我们也要一并的关心他们 真的走过了突然失去的亲人 以及这一百天的生活失序 我相信每一个家人 都会用运用自己最适合的方式 来脱离这个痛苦 所以再一次我们相亲 以及我们花年的家人 我们是最温暖的 所以再一次给我们离难者的家属 给他们鼓励给他们温暖